热点资讯 时时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枫 乌克兰国会议员布装了 成立内部组织 公开与台湾当局没来眼去 18日台媒报道称 乌克兰最高拉达成立15人跨党派友台小组 小组宣称会致力于深化 乌克兰与台湾的经贸、文化、人道主义和其他联系 有乌克兰所谓外委会主席 梅列日科领导人 乌克兰创访台湾的成员 三分之二属执政党 梅列日科非常感谢俄乌冲突中 台湾对乌克兰的支持 成员之一的索夫桑 甚至旺称希望以立陶宛为榜样 让台湾在乌克兰设立代表处 乌克兰显然是在要挟中国 希望中国放弃中立立场 泽连斯基的夫人说 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不存在中立立场 乌克兰总统表示 正在想办法与中国进行直接的对话 因为在乌克兰看来 中乌的贸易关系密切 中国又是常任理事国 俄乌冲突是由俄罗斯首先挑起的行动 所以中国应该有所表示 中乌贸易关系密切的说法是事实 2021年中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额达到180多亿美元 中国向乌克兰提供了109亿美元的商品 而乌克兰对中国出口了80亿美元的商品 中国对乌克兰经济这么重要 没想到乌克兰不听从中国的警告 反而把美国等西方国家作为自己的依靠 不断向西方国家求援 利用西方国家提供的武器 让俄乌冲突长期化和扩大化 这也让有的国家利用乌克兰局势 对中国等国家实施单边制裁找到了借口 甚至有的国家和有的人 还将乌克兰问题与性质完全不同的 中国台湾问题划等号 这种做法令中国不能接受 所以想与中国大陆对话 请表态台湾问题 8月12日 中国外交部宣布 对立陶宛交通与通讯部副部长 瓦伊丘·凯维秋特个人实施制裁 因为他不顾中国的反对窜访台湾 并暂停两国交通与通讯部 任何形式的往来 以及国际道路运输领域的合作 与中方关系将至冰点后 立陶宛最重要的克莱佩达港 货物周转量减少了40%以上 不仅如此 立陶宛是中欧南北柔建 大通道的核心枢纽 本可以成为中欧货运的十字路口 单靠为货运搬列服务 就可以创造大量就业 获得巨大经济利益 要知道 中欧之间 每年增加的货运列车次数 都在3000以上 到2025年 每年运输的标准集装箱数量 就超过50个 如今 这些跟立陶宛全都没有关系了 这一制裁 也是继制裁佩洛西之后 中方对窜访台湾的 一国高官实施的制裁 可想而知 乌克兰还敢这么做 中方一定还会实施 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 8月17日 乌克兰方面的消息称 台湾省已通过波兰转手 将800架无人四轴轰炸机 移交给乌克兰军队 台湾省的无人机 具有旋转弹舱 能够投放8发60毫米 排击炮弹 这款无人机 也是台军给予希望 对抗解放军的 未来巷战利器 这款名为 860无人四轴轰炸机 其意思是 860毫米轴距 四轴 还是共讲 在8发炮弹 估计是满载了 最多续航时间 15分钟以内 乌克兰要继续在 作死的道路上狂奔了吧 这下可以中国可以名正言顺 给俄罗斯卖武器了 这是逼着中俄 加深友好的军事关系 解放军的猛事干扰战 一开无人机遥控器 直接就黑屏 然后彩虹和翼龙 武装无人机就来了 在俄罗斯举办的 军队2022武器展览上 我国也展示了 大量现代化武器 其中包括军舰 导弹 运输机 预警机 隐身战机等等 武器系统模型 基本都是俄罗斯军队紧缺的武器系统 在俄乌战争当中 俄军已经暴露出三大短板 首先就是俄军非常缺乏 武装侦察无人机 俄军的S70猎人武装无人机 要到2024年才能大量生产 而俄军现在装备的 海鹰10无人机 航程短 性能差 就绑着一个日本佳能相机 我们这次展示的 彩虹4武装无人机 伊龙2武装无人机 还有国产最先进的无人机之一 WJ700猎鹰高空高速无人机 都是俄军极度缺乏的装备 WJ700猎鹰高空高速无人机 最大起飞重量3.5吨 可以挂载1.5吨弹药 从反舰导弹 一直到反辐射导弹 都可以挂载 还能挂载各种精确制导炸弹 和反坦克导弹 可以执行地形精确测量 战场侦察 与目标监视 对地和反舰攻击 反辐射压制等任务 彩虹系列无人机 已经在利比亚 伊拉克和野门战场 得到实战考验 彩虹4无人机 测控与信息传输系统 采用CUHF双波段试据数据链 进行无人机遥控 遥测 跟踪定位 和侦察信息的实时传输 可以挂载大量精确制导弹药 长时间巡航 发现和命中实时出现目标 俄军如果有100架 我国先进无人机 进行战场监控 乌军那些海马斯和自行火炮 也就在野无处藏身 俄军实时打击机动目标的能力 将获得极大提高 第二就是 俄军预警机存在很大短板 俄罗斯新一代大型预警机 A100首相的研制工作 再次遇到困难 原计划在2022年完成研制 现在已经确定无法实现了 俄军现在只有大约22架 制造于苏联时期的 老式A50预警机 近年来其中7架进行了现代化升级 俄军之所以打得慢 并不是俄军不忍心放手打 而是俄军发现不了那么多重要目标 比如 启门海马斯 一个多星期打掉俄军30多个弹药库 指挥所 兵战和防空导弹阵地 现在 俄军装备的老式预警机 缺乏对地搜索能力 无法对乌军战场纵身进行实时监控 因此 俄军才被迫搞二战时代的 炮兵火箭炮覆盖战术 俄军只要有战术预警机 就可以在战场上飞几圈 乌军那点秘密根本藏不住 而这一次 我国就在莫斯科武器展展示了 我国新型预警机系统 这一次俄乌战争 俄军暴露出的第三个短板 就是缺乏军舰 乌克兰海军就是一个山板海军 一点实力都没有 就靠三五十枚 岸基海王星反舰导弹 和十多枚美国岸基鱼叉反舰导弹 就能击沉黑海舰队旗舰 导致俄罗斯黑海舰队 现在都不敢靠近乌克兰海域 就只能在外面发射巡航导弹 我国这一次在俄罗斯展示的 零七五两栖攻击舰 零五二D神盾舰和零五四A护卫舰 都是俄罗斯海军急需的 现在俄罗斯海军四大舰队旗舰 还都是上个世纪苏联的产品 守着这些已经服役40年的老旧武器 再看到零五二D这样的新型神盾舰 俄军也是羡慕得不得了 俄罗斯在这次武器展览可以下订单 买一批彩虹四武装无人机 买几艘零五四A护卫舰 就能极大改善战场局势 可以极大加速行动进程 近日中国国防部发布消息 解放军将在近期抽组部分兵力 赴俄罗斯参加东方2022演习 解放军之所以会热衷于 与俄军进行军事交流 是因为这种军事交流 可以很好地提高参演部队的作战经验 丰富对外国军队作战体系的认识 能够让参加演习的各国军队 在演习中学习到其他国家的军事理论 与战术技能 至于中俄为何会形成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这就要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身上找原因了 直白点讲就是 西方与其担心中俄联手 不如自己先多多反思 在欧洲 北约不断东扩 多多逼人 持续压缩俄罗斯的生存空间 在亚太 美国步步紧逼 极限施压 强行破坏地区安全与稳定 在战略环境逐渐恶化的情况下 中俄为了寻求和平稳定 自然会选择达成合作关系 西方国家在担心指责中国和俄罗斯 走得太近之前 不如先扪心自问一下 是什么原因导致 昔日和平稳定的国际局势 变成今天这种风起云涌的样子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